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某某牧场专门生产牛奶 该牧场想要发展其他收入 所以每日拿不超过500公斤牛奶来生产A跟B两种不同的起司 A起司每公斤需牛奶10公斤当原料 以及60元的成本的添加物 售价为300元 B起司每公斤需牛奶20公斤当原料 以及20元成本的添加物 售价为400元 若每日添加物的成本不超过1500元 则因生产A起司多少公斤 B起司多少公斤 可获得最高售价为多少元呢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呢 题目很长 但是有一些对等的东西 我们把它列成表格 将题目里的条件列成下表 A起司跟B起司需要多少原料 牛奶的部分 A起司需要10公斤当原料 B起司需要20公斤当原料 添加物的部分 A起司的成本是60元 B起司的成本是20元 售价的部分 A起司可以卖300元 B起司可以卖400元 接着我们要生产多少公斤呢 我们假设位置数 这生产A起司X公斤 B起司Y公斤 其中X跟Y为非负整数 接着我们一提议可得 连利不等式 第一个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第三个部分 10X加20Y小于等于500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它每日 拿不超过500公斤的牛奶来生产 那原料呢 A起司需要10X 会花这么多 这么多公斤 B起司会花这么多公斤 两种加起来不能超过500公斤 所以10X加20Y小于等于500 添加物的部分 也不能超过1500元哦 所以呢 A起司的部分会花60X 比起司会花20Y小于等于1500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可以得到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把数字变小 所以同除以10 可以得到X加2Y小于等于50 第四条 我们同除以20 可以得到3X加Y小于等于75 好接着我们就可以把 这四个不等式 用图示来表示 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这两条就是第一项键 X加2Y小于等于50 我们可以找到 Y大于0 X可以得到50 所以会有50跟0这个坐标 X大于0 Y得到25 所以可以得到025这个坐标 好 这两条连线画出来 这一个就是X加2Y等于50的方程式 第四个 3X加Y小于等于75 Y带0 X得到25 所以可以得到25 0这个坐标 X带0 Y等于75 所以可以得到075这个坐标位置 两条连线 这个就是3 X加Y等于75 我们的目标函数呢 售价为多少元呢 F of XY等于 A其实可以卖300元 B其实可以卖400元 所以一共可以卖300X加400Y 我们不等式的图解 如图所示 在这边 那我们会用到什么 可行解区域的顶点 交集的部分是在灰色区块 顶点呢 00 250 这个点呢 是两条方程式的交集 所以解连力3X加Y等于75 跟X加2Y等于50 上面乘以2 同乘以2 第一次减掉第二次 所以6X加2Y等于150 减掉X加2Y等于50 所以Y会消掉 6X减X得到5X 150减50 等于100 所以5X等于100 X等于20 带回来 60加Y等于75 Y可以得到15 所以这个坐标呢 就是20跟15 4个顶点 就可以找出来了 00 250 25 跟025 接着分别带入 目标函数 F of XY 等于300 X加400Y 可以得到 带00 得到0 250带进来 可以得到7500 20 15带进来 可以得到12000 025 带进来 可以得到1万 所以呢 最高的就是 20 15 这个坐标位置 故应生产 A起司 20公斤 B起司 15公斤 可获得最高售价 12000元 那我们就可以答案写上来 这样这一题就解出来咯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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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钟 出发了